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3月24日星期四 今天焦点有我周天卫和周庸 和大家分析自事 这么多日来 我们重心都在环绕疫情的主题 今天想挑出来 看看另一件 人人都很关心的大事 就是特首选举 近日有两名女将表态参选 究竟现在的情况下 战方又怎样呢 今天和大家谈一下 好的 其实由于疫情关系 特首选举已经是押后 去到5月8日才举行 提名期由4月3日开始 有先前除了KOL 陕师傅 陕国林 和前民建联成员 胡世全之外 有两名女士 李自家和賴洪梅 都表示有意参选 参加选举 是 其中李自家的身份 比较神秘一些 他自己主动去信 去选委 希望争取一些提名 当中他 传了一份 长达37页 提为 抵例前行 再创 辉煌的政綱 他又希望 拿到其他选委的联络方式 至于賴洪梅 就说自己做过老师 现在就做着保安 他今次参选 就希望代表全港的30万保安员参选 挺有趣的 其实 很现实 今次的特首选举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首选举 不是说 以往不是 但因为现在我们有疫情 接下来林郑 你支持她好 你不支持她好 你说她好好 你说她不好 就是没什么关系 老实说 接下来她那个 对付疫情的手法 做的事情 大家都看到了 是啊 你没得改了 还有三个月 也都说得很清楚 她会做些什么 她不做些什么 大家也没什么意思 就是再去说那样 她争拗 不停地在争拗 但是 现实就告诉大家 疫情不会是在6月30号 离去 随着林郑月娥下任 落任 就跟着走了 不会的 梁卓委都说了 就有第六波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家一定要问大家 我们希望有一个什么人 去带领香港 解决了这个疫情的问题 这个疫情问题 不仅是香港 你现在看着全世界 一个就与病毒共存 死了 大家继续生活 没事 当他没事 当没事 还是我们走回内地 动态清零之后 大家可以过正常日子的做法 老实说 你问我 我就会觉得 中央今次 是选一个人出来 去做特首 是 那个人一定 一定 是支持动态清零的 我想中央就不会一定说 你一定要支持动态清零 但是中央一定会问这个问题 就是说 香港自把自为 自己做了这么多事 过去那两年多三年 那接下来 那是跟国家看齐 还是脱离国策 继续你自己走自己的路呢 那你问我 我都会觉得 如果香港是自把自为 继续做自己的东西 老实说 老实说 香港真的没什么 没什么运行 因为如果我们是 走着说与病毒共存 老实说 我自己觉得 第六波好 第七波好 BA.2好 或者什么 接下来 香港又是 又是要限制 因为 你有人死 你有几万人 几十万人 一百万人 中招的话 你怎样可以不控制呢 老实说 这个说话 我说的是 英国 掩耳道零 即是说 我现在不做 再做checking了 也不说 究竟有没有case 大家不用怕 那是不是掩耳道零 那是不是这样的人 就不会死呢 大家就不会害怕呢 其实都不是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我觉得 现在 报名参加的人 其实 大家想参选 就参选 但我觉得 这次国家要很小心 去选一个人 那个人 是真的有这个魄力 有这样的信心 有个动员能力 可以为香港 带香港走出 这个疫情的阴霾 一定要有做到这件事 所以 你说这些可以不可以呢 那不是 每个人自己参选 都觉得自己可以的 是不是 但是你问我 我就觉得 这次我希望 国家 尤其是中央 一定要问得很清楚 是的 你想怎样 你怎样带香港 也都说真据 我想立法会议员也好 其他香港市民也好 到4月16日之后 大家知道 谁拿到足够的票 去参选 大家都是问这个问题 你会怎样做 就是没得避免的 就是没得避免的 老实说 也都不需要 如果是目前这个政府的人去参选的 那我也都一定要 就是说 不是一定要跟回 就是林郑那一套做的 因为你一定要为香港 就是未来 香港以人的福祉 去决定我们怎样面对这个疫情 其实很有趣的就是 大家其实经常争论 究竟是动态清零 还是与病毒共存 就是经常说 你不是 总之你不要躺平 如果你说你是动态清零的话 你的行为不要躺平 最有趣就是你看回新加坡 其实一早已经是与病毒共存 但是你看看我们香港 所谓的走着动态清零 人家只有千多人死 香港是六千多人死 所以刚才Robert 你说得很对 就是希望中央 在未来的日子 就是4月16号 之后 什么人能入到集 真的要很清楚 其实我们看到 就是究竟香港 一个什么的领袖 我们下一届的特首 怎样可以带领香港 走出这个阴霾 就是你想想我们刚才说 就是有什么人参选啊 其实去到这里 就是大家见到 就是不少的政治素人 都出来表态参选 但是其实大家深知 肚明他们根本 可能入习机会不大 但是为什么都要表态要参选呢 其实原因是只有一个 因为就是当下的香港 大家对当下的香港有太大 太深的感受和看法 觉得都是可能是要出声 是啊 就是再不再不改变 就是香港跟着 就是没什么坏行 就是老实说 就是我们这一届政府所 就是决定所做的东西 或者其他方面的东西 大家都是要很仔细地 然后大家去看看 还有什么不对的东西 或者要改的东西 因为老实说过去五年 真的对香港的伤害太大 是啊 真的太大了 你想想想2019年 先有黑暴 接着有疫情 接着到现在疫情大爆发 很多人死亡 也相信不少人对行政长官 林郑月威的处理方法 自己各自都有一些看法 好和坏大家心中 自己各自有一个答案 就是我们其实之前 都和大家讨论过 究竟未来引领香港的人 究竟是有什么特质 就是好像其中一点 就是要市民信任 信任度是要高才行的 我想其实这一个 就是又去那样东西 就是中央又要信这个人 是 就是他会作出一些 就是对的决定 是 因为一国两制 老实说你始终都是 都是信你香港人 港人治港 你还有25年 你想想 但是大家都要想想 就说香港是否唯一一个地方 可以不跟国策做呢 这些问题大家都应该 都要考虑 但无论如何 就是 就是跟着来的特首 有一个一定要有的 就是他一定是有这样的能力 可以带领 就是我们特区政府 所有官员的官员的官员 去行 你告诉我 过去这段时间 大家对我们的政府官员 有些做得好的 有些做得一样的 有些做得差的 大家对他们的信心 有没有呢 那老实说 人就是那个人 问题就是 很多政府官员 都是听上级说话 上级说你敢做 那他就敢做了 因为大家都是做好那份工的 就是大家都是这样 我收人工 我做好那份工 在这样的情况之后 你是要找一个人 那个人是有这样的魄力 有这样的支力 可以带领到香港 也还有 你仍得一个多两个月时间 你就要埋班了 老实说 你说这一届政府的班子里面 有多少人是好的 是不好的 大家又是自己心中有数 那到时 就是会怎样呢 究竟我们够不够人做呢 这些全部都是问题 就是无论如何 就是 今届的特首 老实说 就是我们过去那25年 就是大家看到 初初董先生 你会说董先生很差很差很差 就是跟着 责任权又说很差很差很差 到最后的时候 大家又觉得不好 就是如果你这样看的时候 就是一鞋不如一鞋 直到现在 大家都会觉得 就是四任特首 唉 那谁是最差的呢 老实说我不说了 留下来 我一定相信 是会有一些民意调查 就是说究竟我们过往 四任特首 你最不喜欢是谁 到时大家才投票 其实我们看回 《全民强检》这个议题呢 就是由特首表态说不做 接着去到考虑做 接着去到市民抢物资 其实抢物资 大家的感受是很深的 因为实在太近了 接着去到现在说暂缓 我们姑且不要说这一刻暂缓的决定 但是期间的资讯公开 取舍态度 其实的确是引来很大的回响 那么去到特首 即特首的回应 还要叫施压者去反施 就是去到昨天呢 我想说回就是昨天呢 去到立法会答问大会的时候呢 其实大家都见到 譬如 议员何君耀 他也有说 当局的抗疫政策 就大感愤怒 以及 批港府对全民强检的态度 无铃两可 其实他 已经说得轻强了 是 昨天你不知道 你能否见到Facebook 很多人就拿了水晶球出来 因为特首的回应就是说 政府其实没有水晶球 看到疫情的趋势 还有什么时候才是最好时机 但是有些 很多做实事的议员都有问 譬如 佛启刚都有问 他就说 为什么发型屋可以重开 但是体育馆又不可以开呢 你真是匪夷所思 特首的答案是这样回答的 他就重新说 整体就是要控制人流 至于下一波疫情 如何处理呢 他就说 需要总结经验 再说了 再说了 下一次也不是他说了 是的 但是无论如何 大家都要接受现实 就是时间是会过去的 接着这三个几月 是会过到的 大家捱都捱到的 也都说真的 疫情是慢慢降下来的 你说林郑是否真的有水晶球 她没有水晶球 她看不到 谁有水晶球 没有人有 你说六月 会不会真的已经是最低的呢 老实说 我希望就是说 当香港去到最低的时候 我如果做了强檢 就可能清了力 就没事了 但是如果降低了 因为这三个月 政府都不肯做 暂缓了不肯做的话 到时又再到第六波的时候 我们又不知道 初陀岁月 就要等几时才可以清零力 老实说 这个就是很悲观的看法 很悲观的看法 其实你说起 没有水晶球 令我想起 《Games of Thrones》 有些女巫 在皇帝旁 就会预测 未来会在哪里打仗 谁人会有水晶球 但是你领军的人 你是不是目光要有远视 你是不是要未与纠谋 所以我们这样说 其实果断 可能是一个 很重要的特质 未来 中央真的要看清楚 一个很果断的领导者 可以领导 未来香港是怎样行 是的 唯有大家等等 老实说 现在 出了来的那些人 抱歉说句 我都觉得他们出线的机会 是 未知由微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说是否大家 有两个人争好呢 我想不好 今次都可能是一个人报名 一个人出宣 希望就是他 但这个人 大家都要对他有一些信心 也要说得很清楚 尤其是在疫情那里 怎样做呢 是否因为政府做下去 一定是这样呢 这个就是看大家 到时的候选人 怎样回答这些问题 不过我们都是对下一届的政府 是很有信心的 是 很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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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心 是的 我们今天早点来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 拜拜